朋友们好,我是华子 今天是5月13号 又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苹果手机市场 最近因为各种原因吧 商家拿货都很少 所以说视频发布都很少 一老铁 让给他找一个13 Pro Max 512G 的 这位老铁的要求比较高 充电一次不能超过三次 再保时间的话也不能低于280天 这样标准的机子的话 只能新到货才有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没有512的 这是新大的货,过来挑两台吧 这是时尚Pro 128G 的 最近的市场行情可能经常看很多博主的视频 都知道 因为一个汇率 这些机子越贵的机子 涨价就越多 4月份掉价了一波有点突然 以前都没有这样的行情 现在几乎又回到 掉价前的行情了 总体来说的话 跟全新的国行 还是有1000多2000米的差价 一小美女这里 带了些11 Pro Max 这个机子也是市场很缺货的型号 因为我这里的标准 相对拿的都是90加以上的电池 不是去改的 外观也要达到一个99型的标准 这样橙色的标准的话 一批货里边就这10个8个 我们直接打包 对外观和电池有要求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这样的机子 可能收到用者看着也比较舒服一些 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的 就可以选择一个像我们说的量级 会便宜一个100多200米 对于外观和电池效率 都看每个人的一个需求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就跟手机的各个型号一样 有的朋友喜欢最新款的 有的觉得适合自己的 够用就足够了 一个道理 这是12 Pro Max 一直也是主流热门型号 今天这里到了一点 就挑到两台 充电化都是两位数的 外观也是一个99型的标准 因为我这里很多老铁都希望 拿一点这种高标准一点的机子 他们喜欢 虽然价格会贵个两三百米 如果对外观要求低一点的 会便宜个两三百米 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